彭老喊话 日货因降价3-4% 日元近期大幅贬值 但日货并没有反应会差 降价回馈消费者 央行总裁彭怀南也看不下去 我想这个非贬值 所以就是说 日货应该会有运动时间 然后你去问他 还有一个说 这个是否会前进 然后大概那时间之后 应该接近来 立委昨天在立院咨询时说 日元贬值台湾进口商 买日货可省不少成本 但包括汽车 药妆 电器 成衣等日货都没降价 业者把消费者当冤大头 口袋赚饱饱 立委要求彭老找业者喝咖啡 谈谈降价 彭老估算日币若贬值5% 日货至少要降价3-4%才算合理 东新闻综合报道 海败 还要降价3-4%最后 이면再会就是 5%6% 加密货